Strati的練習曲有點像廣東話的急口令 入實驗室按10個緊急按鈕 慢練的時候都勉強可疑 但當你快一點的時候總會繞口 這首練習曲都是繞手的 但練習的時候有幾條其實是挺有趣的 歡迎來到希羊藝聖 葉兆希樂團的全職樂手 在這個頻道我會講解演奏小提琴的技巧 利用這些技巧我們可以like到很多好聽好玩的歌曲 右下角有個訂閱鍵 如果大家想收到最新的消息 請按下訂閱鍵和旁邊的鈴鐺 如果大家有Strati這本琴書可以揭去第四頁 練習二第四頁 下面總共有12條 我現在會嘗試拉一次 沒有重複之下 嘗試拉一次 由1到12 開始的時候 試過好幾次 開始的時候都嘗試順 但始終他刻意練三四手指 練這個組合 所以其實去到後來 其實是會越來越難的 有點像我們如果要去做Sit Up 開頭那十下都是很容易 但越做就會越慢越辛苦 但是如果大家練的時候 只要保持到那個音是很清楚 以及是平均的 其實就算有點累 都是正常的 好 那我儘管試一次 其實是兩個小節 其實是兩個小節 但是如果我們試試快一點 你開始聽到其實裡面是有一個好像旋律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首就是這個特點 就是這本琴書的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不會說只是一堆音好像連咒一樣 其實中間是有些很簡單的旋律或節奏 那你拉的時候 嘗試將注意力擠在自己聽不聽到這個很簡單的旋律 有時打擊或者你一想多了 或者你真是你 你聽的時候太過用神去聽旋律 反而令你的手指會有一點緊張 然後會不聽洗 這個也是會有的 但是也是當你練得多的時候 你放鬆就會自然一點 這個就是第一條 第三條 開始第三四條 第二條就有chromatic的音出來 chromatic的意思就是半到半到 就是一個手指其實是要做到這個打橫的開合 譬如大家看看第四條 除了你聽音準 聽一下左手平平均之外 亦要保持右手是很放鬆的 盡量不要被左手影響到 否則就像我剛才這樣 就會 之功用得太慢了 因為將注意力都放在左手上 我自己覺得 一二三四是頭一關 即是在這版裏的頭一關 去到第五 就好像容易一點點 因為稍為他有少許 給手指去喘息的時間 然後第六首 第六首就有一個四手指的伸弦 那個是一個F natural 正常我們在一把位的A線 四手指按到的最高的音就是E natural 但是他現在想我們用四手指按高半度去到F natural 可能有人會問為何那個音用四手指是否寫錯 不是 他就是想我們每一個手指都做到一個伸縮的 伸弦的動作 我們再看下去下一條第七 又出現F natural四手指 第八條一樣 但其實他對我們很好 為甚麼因為只是第一個音要伸弦四手指 其他那些是正常的 去到第九 好了 好了 然後如果你能夠 一路拉 由第一條做完重複一路去到第十條 我相信你的手到現在這一刻已經想死了 最後這兩條是我覺得最難 尤其是經過前面這十條 來到最後一條 最後一件事就是當你練這些手指練習的時候 記住那個手指尾這個地方記住不要打開 你打開的時候再加這些頻密的動作你會很快累 給手指 給那個手腕是關上靠近這個琴頸的 另外就是背好幾條 那你當作一個warm up的練習 那你立刻可以可以用到 就不需要一定要靠一本琴書 譬如背定四五條 連續譬如在剛才我們說的第四頁 第一至到第五條你可以背定 你可以用回我們之前講過的不同的弦去練習 譬如E弦 不同的弦去練習不同的弓法去練習 那其實是一個很好的warm up exercise 好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內容 那Stradic就是好像急口令那樣 就是會越練其實是挺好玩的 那你如果發現到樂趣 那你就自然不會當它是一個手指練習 我們說廣東話的急口令 其實是很有趣的 那我想我希望大家如果練這一首練習曲的時候 Stradic試一下可以這樣去練它 那你就會不會那麼沽躁 那如果大家對今集有些什麼問題 那歡迎留言給我 如果你喜歡今集的內容 給個like 我 還有subscribe這個頻道 告訴你的朋友 那我們下一集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 謝謝